好 政治司法焦点 柯文哲二度积压庭裁定的结果是积压禁件 稍后柯文哲也会一人专车送往北索 更多讯息我们交给李洁 但你持续掌握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件 其实稍早他已经公布说 他其实是裁定积压禁件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代表 稍后他将会依照原本的 原本该有的这个司法程序 也就是该上钢就要上钢 该上求车就要上求车 也就是在稍后 他就会被依照整个程序来说 就是要来进到台北看守所了 那我们知道这次 其实北约他们所裁定的积压禁件 对于柯文哲来说 其实他也是相当的谈疼 因为他可能没有料到说 竟然会是有这样的结果 他可能在想 也许在这次的委任 这三大律师来说 可以帮助他至少是重金叫不好 至少可以免压 没有想到在这次的最新结果来说 竟然还是裁定收压禁件的 那对于这起案件 其实重点就是要看 这个容积率从560%提高到840% 到底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柯文哲知不知情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是这次 他们所发布这个裁定的内容 恐怕也是认为说 柯文哲可能是有知情的 可能是这部分 还要再进一步来去了解 再来说 其实如果真的 把他交保在外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会有 串面症的这些问题呢 那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柯文哲 虽然已经卸下了市长一职 但是他还是有蛮大的影响力的 虽然他不太可能会有像这个逃亡的可能性 可能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他串面症的机会 可能还是存在的 对于他是否知情 其实检方在这个部分也是做足了功课 包括这次 他们也是有比对 包括了是朱雅虎 以及应小为之间的对话记录 同时也是来看 到底柯文哲 他们所查扣回来的 像是手机 像是硬点等等 到底有没有点到关键的内容 那么假设真的有点到关键内容 就代表说 可能柯文哲可能是知情的 就不如他之前所提到说 他都是完全的相信 那些专业人士 跟的这些都委的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所裁定的这个积压结果 也是让这个柯文哲本人 恐怕也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去消化 那我们知道 其实他从早上的九点多 来到了这个台北地院 查起的状态其实都还是蛮好的 但是到今天下午五点多 耗了一整天下来 虽然他的积压停就开两半小时 但是其实从早上的月券 到下午的积压停 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也是相当的煎熬的 从八月底开始被警察搜索 一直陆陆续续 进出北约两次了 那接下来 这个柯文哲的律师 到底会不会提出抗告呢 又什么时候会来提出抗告 有什么样的理由吗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其实法官在审卓的过程当中 是以原本的事件 来去审卓 恐怕是认为说 其实原本的事件 就已经足以是可以 生压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不过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这有两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也就是说 假如真的是说 没有让这个柯文哲 这一方的律师 来看这个 阅这个券 阅这个新市政的话 也是有可能是因为解放 他们掌握的新市政 不希望这么早就曝光 那么接下来 这目前其实只是压起来而已 整个到底有罪还是没罪 其实有罪还是无罪 这后续都还要再进入 这个审理跟调查的阶段 那我们可以知道 是这个状况 目前目前掌握的 就是说 其实柯文哲 目前是已经裁定了 收押禁件 但后续 他到底什么时候会上求车 我们将持续的 带你来看 好 柯文哲遭积压禁件 他随时会步上求车 那也将前往的是土城看守所 最新的讯息 最新的画面 我们连线给李杰 但你持续掌握的 就是柯文哲的案件 那对于这次裁定 积压禁件 收压禁件的这个理由 目前其实已经有 最新的说明了 北约是表示说 其实这次 他们审逐的 就是关于柯文哲 到底了不了解到 他如果提升这个容积率的话 可能会有违法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最主要的 争议的关键点 就是在这个容积率 从560%提升到840% 而就在稍早 北院提供的 这个裁定的理由当中 他就提到说 他其实呢 其实应该是知道 如果真的过高超过 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的话 其实是有违背 法律的问题的 但他似乎仍然执意这么做 而且他这么做之后 也导致这个共犯 也就是审刑金 他其实呢 有因此获得这个 不法利益 大概是200亿之多 那其实200亿之多 其实是真的非常高的 一笔金额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呢 他会裁定收押禁件 也是认为说 这个柯文哲呢 可能真的是涉案重大 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到 这个裁定收押禁件 也就是除了律师以外 没有任何人 可以来见柯文哲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接下来呢 他可能要面临的 就是要来去台北看守所了 也就是跟一般的被告 跟一般的被压的 这个嫌犯一样 通通都是要上靠 上求车的 这个程序恐怕是没有办法 有任何的通融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起案件呢 其实不止他 他在几个案件当中 也不是第一个被收押的 目前审刑金还压在里头 不过其实稍早呢 他的律师呢 也有表示说 因为审刑金 相当的年迈 77岁 而且有些低血压的问题 因此呢 这稍早已经提出抗告了 不过接下来 柯文哲的律师 会提出抗告吗 但我们知道 这次加进件 恐怕也是避免 他有可能会有 串灭症的状况 那么其实外界一直在讨论说 如果真的把他 交保出来的话 他会不会有 隔空串症的问题 以及是说 他其实有 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些相当的影响力当中 他是不是有可能 会跟一些潜在的嫌疑犯 或是潜在的证人 来有一些 勾串灭症的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呢 把他压起来 恐怕也是法官 担心他说 如果真的交保出来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些 串症的情形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对柯文哲来说 真的是相当的煎熬的 因为从早上就来到的法院 到了下午 现在可能是 没有办法获得自由失声 今天晚上 可能就要在台北看守所待 至少是要待一段时间 那到底待多久呢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科文哲的律师 一样是有抗告的机会 有抗告的权利的 但是什么时候提出抗告 那这个院方 什么时候会接收 那我们也要持续的来看 不过我们知道 这次他所提出的 这些裁定人的理由 跟内容 其实也是表示说 有可能柯文哲 对于金华城的容积率的 这个案件当中 他恐怕也有可能是有知情 而且有可能涉案的情节 是比较重大一些些 那为了避免他有可能 会有些串面症的情况 因此才定收押境界 那么后续 他几点钟会上球车 而接下来 他在台湾口穿舍所 待了 待的这一个晚上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将持续带您来关心 好柯文哲律师团稍早 其实也有这个点头 针对了这个抗告的结果 可能也会来做后续的相关因应 我们持续带大家展望 好接着我们来看 头号柯黑王世坚 他下午也早就预告说 他将要去台北看守所 送便当给柯文哲 我们先给书尾 好 社主播先前和柯文哲 对赌高空谈挑的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今天下午出席活动时 也谈到了柯文哲 吴宝请回遭高院裁定撤销 带您来听听王世坚怎么说 还有一件好事 也是刚才我迟到的原因 就是我在议会的亲家柯文哲 他现在正在跟检方 那个密室逃脱 所以这个 对不起 我因为刚才在关心那个新闻 所以就稍微迟到了 很抱歉 那一件事情 应该也会是一件好事 对 就是我可以去送积压便当 好我们可以听到 王世坚是嘲讽柯文哲 是他过去在台北市议会的亲家 而下午柯文哲的积压停 他则是以柯文哲和检方的 密室逃脱做比喻 还预言柯文哲 一旦遭到积压 接下来他将履行承诺 去匪所送积压便当 事实上昨天在传出客问者 吴宝请回裁定遭撤销后 王世坚就立刻po出 歪嘴邪笑的表情符号 也吸引了超过一万人按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